其實這邊也許我們可以配合那個 Match 但是 如果你要用 比如說index這個函數 你可能還是需要配合一個Match這個函數 為什麼這兩個函數必須搭配在一起 才可以達到查詢資料的目的 那所以請各位一樣 也許把剛剛的東西 你再把它怎麼樣 再把它複製一個好了 就再放一個 按Ctrl鍵 拖拉一下 這邊的話也許我們換一個方法 也許就是不是用那個 我們這邊的話用match 那match函數的話 假設多一個 那換一個方法 把這個也是一樣刪掉 這個剛剛是v入函數 配合ro v入函數配合ro 向下填滿也是ok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換一下 換成index好了 那index的話 特別主要插入函數 在 這個函數用到的機率也非常大 那所謂index 這個顧名是 所以 意思就是說呢 按確定 它會跟你要 藍跟列 它有兩種 我們用第一種好了 OK 這邊的話呢 我們假如說呢 用第一種方法 那裡面的話 第一個它會跟你要array array指的就是你那個 要查資料的範圍在哪裡 那通常我們是給它的是這個範圍 就是如果要查資料 基本上不包含藍位名稱的 也是一樣跟剛剛v入函的一樣 把那個 A3 到E10這個範圍 先抓出來 第二個它會問你說 那你要抓的是 第幾列啊 ok 那第幾列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要根據什麼 根據這邊而來 大家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現在知道上面是3啦 那我原來資料在哪 原來資料3 那我現在知道是第5列 不過這個是用眼睛看的 第5列 假設啦 假設第5列 我先輸入一個5 然後呢 第幾籃呢 那根據現在這個參考的 參考的對照表呢 姓名是在 第2籃 所以我這邊輸入一個2 那 當然你這個2的話 也可以用剛剛的方法 就是因為我等下 把它向下填滿 它也 這邊2其實也可以改 把它改成RA RA-1 那你按確定啦 它當然會幫你 代出什麼資料 代出姓名的資料 劉宏君 可是剛剛有個地方喔 就是 這個地方 哪一列的 這個列的部分喔 我們如果用自己填上去 好像不太對 因為如果你將來 你向下 換一個 其他的數字的話 那你這個地方是固定的 它就不會跟著變 那怎麼辦呢 所以一般 那個 index 會配合另外一個函數 哪個函數呢 叫match match函數呢 就是幫我查詢什麼 查詢到底 你現在編號 應該是第幾列 所以基本上 中間這個地方 我們會先 裡面先用match的方式 假設這個 這個先刪掉一下 我們如果說要查到第幾列的話 會配合 index 會配合第2個 就是match 這個 那這個函數喔 其實主要用途就是 有點 查詢 查 那查什麼東西 按確定 第一個 lookup lookup value 查這個 那lookup的這個 這個array的部分的話 意思就是說 你要 比對的是在哪個範圍 通常 match的話呢 你不需要給他一個總表 你只需要給他一個什麼 在這個編號裡面 所以你你就是找編號 這個lookup的這個編號 在這個編號裡面 這個match type的話 這邊的話 他有三 三種方式 其實0 跟1之外 還有-1 那我們用0 0的話是完全比對 要一模一樣 那查回來之後 你會發現 他回來的話 他是在這個編號 123 OK 那我們由這個數字裡面 可以知道說 如果按確定之後 他這邊呢 這個數字假如說 將來要給index使用的時候 那因為上面還有兩列是空白列 所以我只要怎麼樣 把這兩列 就是再加個2 我就可以查到 我要的這個位置 我要的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可以把 把剛剛這個地方 match的這個公式 先剪下來好了 剪下來之後 再用剛剛的方法 把index 所以通常 如果你要用index之前 會先用match 先查到第幾列 再把第幾列這個訊息 配合index index 就是剛剛的動作 其實就等於是 再做一次 把這個範圍給他 然後呢 第幾列呢 那就把 這個剛剛的match部分 把它 把它剃 這個match再找 把這個剪下來 剛剛沒剪成功 然後最近使用過的 如果有使用過 他會放在前面 然後 範圍的 我先把這個 先貼上 這個剛剛的東西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這個範圍 範圍的話呢 就是把它放在 上面 我相對的 你會發現index 其實複雜度 當然 就變得 比較高一些些 這個範圍 然後column的話呢 一樣是第2欄 好 那我找到的話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match的話 因為我找到的這個位置 假如說它是第3的話 那它上面有 有兩 找到這個範圍 裡面 第3 然後 那沒錯 那沒錯啦 就是這個 OK 就無單牙 因為我的 現在裡面的這個 003 找到無單 那沒錯 OK 那按確定之後 就可以得到我要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 再換一個人 001 也沒錯 008 最後一個 應該沒錯啦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 其他 其他人的資料怎麼帶過來 那一樣的方法 其實 等一下 大家不外乎就是把它整個公司複製再貼 修改的話 其實就修改後面這個數字 有沒有 把2改成3 的話 這個3指的是第3藍 因為index裡面會需要三個參數 這三個參數其實就是 這個是範圍 這個是第幾列 這個是第幾藍 那如果說我今天把這個數字改成 其實你可以用另外一個來代替啦 就剛剛講的 roll 所以 用index 配合 這個match 一樣可以做出來 不過通常 會先 需要知道 到底在哪一列 的訊息 所以 那 就可以再把它放到裡面 相對的難度會比較高一些 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我有把最後的畫面 截圖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其實做出來就是像這樣子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好 所以index 以後如果說你要用index的話 基本上就是 哪一列 哪一藍 也就是你先給它一個範圍 它會幫你在 這個範圍裡面呢 自動抓出它哪一列哪一藍的資料 所以你需要給它一個列跟藍的訊息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 你那個要抓的那個範圍裡面哪一列哪一藍 自動幫你抓回來 所以這個地方index的用法是這樣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用到的機會其實也還蠻大的 尤其是你要把那個 資料 從某個範圍裡面抓回來 感覺 比較有點像是 在做資料庫 資料庫的使用 所以在 大量資料要做查詢的時候 尤其在Excel裡面 這個index用到的機會也蠻大的 那你可以配合match match 這個函數 來完成這件事情 是 有